星期四的官方數據顯示 雖然政府堅持採取寧容忍的態度 包括嚴格的封鎖和旅行的限制 但是中國每天的新冠病毒病例 已經攀升至大流行開始以來的最高水平 與中國14億的龐大人口和西方國家 在疫情最嚴重的時期的病例數相比 這個數字相對較小 但是在北京的嚴格的疫情清零政策下 即使是小規模的疫情 也可關閉整個城市 並且將感染患者的接觸的人士 是至於嚴格的隔離區 中國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說 中國在星期三記錄了31,454例國內的病例 其中27,517例是並沒有症狀 隨著大流行病三周年的臨近 無情的清零行動已經引起了 廣大民眾的疲勞和不滿 引發了零星的抗議活動 並且打擊了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生產力 在星期三位於中國中部的 龐大的蘋果手機代工廠 富士康系爆發了暴力抗議活動 視頻顯示幾十名身穿著防護服的人 是揮舞著警棍追逐員工 最新的感染病例數字 已超過了4月中旬紀錄的29,390例的感染 當時特大城市上海處於封鎖的狀態 居民難以購買食物和獲得醫療的服務 隨著病例激增包括北京 上海、廣州和重慶坐內的幾個城市 已經收緊了應對新冠病毒的限制性措施 北京現在要求那些試圖進入購物中心、 酒店和政府大樓等公共場所的人 在48小時內獲得陰性PCR檢測的結果 全市的學校已轉向再線課程